想去不同的地方 看不同的风景 见山见水 还能见得儿时尽艺 哇 好厉害喔 你好 你好 看戏变脸 几古鸣鸢 水龙出巡 体验一种最孤独浪漫的古城风情 踩着一阶又一阶的爱情天梯 穿越时空 坠入米花糖的甜蜜滋味 今天的大陆巡旗 要带大家走访 惊喜万化的千年古城 寻一趟爱情天梯的浪漫爱情故事 现在我们就从 湖光山色的八月铜梁后花园 玄天湖开始 因为听说这里真的有一条龙 山与湖蜿蜒灰映映 宛如情人绵延相伴 这边的话我们叫玄天湖 然后现在也叫玄天秀水生态画廊 我们现在隐约看到的是 金龙落波浮桥 这边的话就是整座浮桥的 一个龙头的位置 我们称作为望龙亭 如果我们站上去的话 往下眺望的话 就是整个浮桥就像一条巨龙 盘绕在我们后边的 这个八月山的脚下 桥有点像龙的身体 总长的话是215米 宽度是4.2米左右 它是钢架结构 如果是晚上的话就非常漂亮 因为有灯光 我们现在看到这边 就是整座浮桥的一个亮点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多鲸鱼 对很多的井里 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小鱼在里边 是 对 它是从旁边的一个绿网 它小的时候 然后自己游进去的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慢慢长大了 之后就游不出去了 就成为我们整座浮桥 这里边的一个亮点了 来我们这边是打卡的最佳的位置 为什么会是打卡最佳的位置 因为前面的它的湖面 它比较辽阔 整个湖面的话 最宽的地方是800多米 整个玄天湖的话有1500亩 然后我们看一下 后面的这一座山的话 是八月山 它是由35个峰组成 最高的主峰香炉峰 大概是800多米左右 我们湖面还有很多的黑天鹅 一般情况它的黑天鹅 会在我们的下边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 在修桥的下边 有很多的黑天鹅 玄天湖畔草坪成片 树木葱葱 成为不少野生动物的栖息之所 奔跑或栖心在 碧波荡漾的玄天湖畔 可以近距离感受山水之美 湖上金龙沃波的通道 增添了游湖的情趣 也呼应铜梁 这座有着千年龙文化底蕴的龙城 我今天特地来到这边呢 就是要来找一位很厉害的老师 这边是专门在制作 铜梁大龙的一个艺术馆 有很多展示 然后有看到好多好多不同的龙 周老师就在那边 周老师好 你好 老师我今天想要特别来这边 了解一下就是铜梁大龙的制作 那老师现在你在做什么 现在做的这个位置是龙的下嘴巴 嘴巴是从哪里开 这样一张一张的 哦 OK 就像这个一样 可以 我看到了 这个看到嘴巴了 这是他的嘴巴 对 那通常你做一个龙头要花多少时间 炸一个骨架的话大概要两天左右 白色的是绳子和胶带吗 这个就是棉子 棉子 咱们捆绑这个东西它比较方便 是 就不容易断 而且棉子的弹性好像比较好对吧 对 一开始做这个的时候要先画一个草稿吗 尺寸这些啊 涂的一些它都在脑子里面 哦 那您学了多久啊 二十多年了 哦 难怪你的涂都在脑子里面 二十四点了到现在 有关龙灯的制作 有关龙灯的制作 龙城人家可说是屋前点麻 屋后生竹 鸡麻成绳做龙筋 披竹成面架龙骨 这样的情境说明了龙灯彩渣这项传统工艺 早已融入了龙城人家的生活中 那我可以试着绑这个看看吗 你快来试一下嘛 好啊 来 所以我现在 对 把十两个手把它捏到一块了 这里 你这样把它绑不紧的 绑不紧的啊 这样的啊 你看这个手把它乱走 这个 纏着过来就行了 好 一只手要扶紧 一只手要纏 不是它要断 这样子吗 对对对 你一直往前面纏嘛 一直纏到这边 往这边纏啊 一直往纏到这边 对对对对 有没有看到 它才稳过 对对 就要一直从这个地方 往前面纏 对 扔紧呢 两个手指往 要转紧 就有点 打这个乳白胶就行了 好 把它粘起来就行了 对对对 粘起来它就稳当了 竹灭条经过组合 构成了龙的框架 包袱上彩衣 就是亮眼的铜梁龙 龙灯彩渣 靠着匠师的慢工细活 制作而成 各种工序夹起来 有上百道 我现在带你去看一下 咱们做好的成品嘛 好啊 看一下咱们的铜梁龙的风采 这一只龙叫静之龙 静之龙对 专门比赛用的 你拿着试一下嘛 它很重吗 有五六斤 五六斤 对 你感觉一下嘛 还好耶 还好 五六斤 可以的 再拿着五的这样 这样子拿还好 可是当你要跳舞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有一点重量 对 老师那这一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龙珠 龙珠用来干什么用 就是在前面嘛 前面 龙头跟着就跑的 这样子会吗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咯 龙珠一般都是美女舞 就是这样的 哦 跟着美女跑嘛 老师 所以这就是一个完成的铜梁大龙 对对对 咱们的大龙一般是五十米左右 是 它有二十四节 代表的是二十四个节气嘛 嗯 它寓意着一年的那种风调雨顺 吉祥如意 是 那老师我看到这边有个好美丽 好可爱的粉红龙哦 这个就是火花龙 它主要就是一群那种少女 娇艳玉地那种火花 所以跳这个舞的话 会是需要一群女生吗 对对 全部是女生 这个全部就是女生 朵朵和花变成了一条活的彩色龙 对对对 这是火龙 哦 这是火龙 对 铜梁最具代表红的品种了 火龙全部是那种 核素营花的感觉 和出来 它全部是一千多度的铁水花 是 打出来 看上去很好看的 哇 铜梁火龙是二零零七年 就列入了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涉事千余度的炙热铁水 被抛向空中 经过拍打喷溅出火花 驾如火雨般想象 一条长龙在火雨中穿行舞动 人在火中舞 龙在火中飞 独特的演出方式 让铜梁火龙惊艳四方 深受喜爱 素有中华第一龙之称 我们现在来到了安居古城 咱们安居的话 作为铜梁龙舞发音地之一 也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连接都可以看到有很多龙的雕刻 感受了铜梁火龙的激情之后 回归身心舒缓 我们来到了安居古城 而所谓的浪漫感人的爱心故事 是否就藏在这座保有风光麒麗的山水美景 且独具韵味的传统风情的千年古城中 就让我们一步一步探索下去 秦边这里就是安居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景点 叫做三宫邻里 三座宫殿连在一起的 那我们首先看到就是第一宫天后宫 也是叫福建会馆 这里边供奉就是我们的妈主娘娘 然后我们这边就由于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 福建水运繁荣 就有不少福建商人经长江而上发展贸易 在巴蜀地区铸流下来 就在安居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个聚集区 就是求得客居他乡的新宁庇佑 也是客居者活动聚会的一个场所 前边的话即将拥有咱们演练的 就是一座古社古乡独具韵味的湖广会馆 这个会馆呢就是当时湖南湖北两地居民 他们为了联系同乡友情而修建会馆 现在会馆里呢是收集有很多明清时期的匾额 还有古床 然后像我们这里的话 抬头可见万事永奈四个制 就是说大雨呢制水的方法是可以传承和依赖的 我们图顶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戏台 然后正前方就是我们看戏的一个位置 在以前封建社会的话 只有我们的达官贵人有身份有地位的 他们才能坐在上方听戏 然后他们的小姐夫人就在两边的厢房听戏 像平常老百姓的话就只能站在下边 对 看戏 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VIP的一个看戏 对对对 为了以传承历史文化为核心 对安居古城进行保护开发 吴广会馆的古戏台上每天都有演出 这个讲的就是一个白色仙姑 来到人间的一个故事 一段段精彩的表演中 最吸睛的非川剧变脸木树 这是属于川渝地区的传统文化魅力 引领观众进入看戏的高潮 好厉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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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变化 这真的有VIP的感觉 不管喜怒哀乐 都可以在一刹那间变换出来 一切的演出安排 都是为了还原过去人们 在湖广会馆 从事香鲜娱乐的情境 提起古牙们的话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当然想要找到 顺利其境感觉 到我们信牙逛一逛 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信任断案 哦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航 在古城中走街踹巷 没探寻到浪漫的爱情故事 倒是体验了一场 县牙升堂断案的戏码 这场寓教娱乐的编排 也正彰显安居的意涵 任何时代 人们总是期盼着 苦民所苦的父母观 我都没想到 我给他 我先拿一个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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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好 要先这样子跪下来吗 一 loss 回答 我的猫咪被偷了 回答 其实猫咪不见也很难省 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呢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拍一个照吗 可以 谢谢 既然看到烟雾缭绕的 马上就会出现我们的是一个水云龙的一个节目表演 这跟泰国泼水节很类似 刚刚好特别 被一条龙围绕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那么特别的舞蹈 加上泼水 现在看到烟雾缭绕的 马上就会出现我们的是一个水云龙的一个节目表演 可以过来一点 这跟泰国泼水节很类似 所以他们每一天都会固定时间表演 还是固定时间 安居古城中这场水云龙的演出 让我们彻底被隆成这种活里来水里去 水火不惊的龙文化也惊呆了 龙声在打着赤膊的庄稼汉子舞动下 上下翻舞 左右唐挪 每到传统节日 当地人就会舞出水云龙祈求平安 现今则会配合观光需求演出 刚刚好特别喔 被一条龙围绕着 在我的面前还有泼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那么特别的舞蹈 加上泼水 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安居百姓独有的一个 叫做水云龙的一个节目 就是可以全民狂欢 大家一起如果带有小孩这些都可以 用旁边的这个水来泼到龙身上 那泼水的意义是在哪里 就是一个祈福的一个意义在里边 原来是祈福让大家都有福气 对对对 话说安居古城是在千年前逐渐有水运码头 发展成人口聚集的城镇 极盛时期店铺林立 商谷云集 九宫十八庙璀璨独木 当地人说 安居古城是得益于福江和穷江的交香滋养 一听到两江交香 请想 莫非我们想要探寻的爱情故事就在这里 好 前边我们看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观景平台 我们可以到上方去看一下我们的两江交汇 关瑞亭 对 像我们现在看到对面宽一点的就是我们的福江 福江发生地是在闽山主峰的一个雪堡顶 然后窄一点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穷江 穷江发生地是在我们的四川的一个乐志县 然后两江就在我们古城这里交汇 咱们的右手边就下游河川到嘉宁江 然后再到我们重庆的朝天门 然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两江交汇 它的颜色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我们这里也是会有安居八景之一的一个 穷花县锐的一个景点在这会出现 到了夏季涨潮的时候 我们福江水比较拥挤 穷江水相对比较缓和一点 福江水涌入穷江底呢 我们在上边看上去就好像是一朵朵浪花在街面上开着 所以说呢我们就给它取名叫做穷花杏锐 安居古城的建筑特色鲜明 以川东地区 夏子房 木楼 吊脚楼为主 踏着青石板 沿着古街前行 即可来到古镇的标志性建筑 城隍庞庙 城隍庙 城隍庙位于成熙关子山路 依山而见 视野特别的好 终于走到玉皇楼的最高顶层了 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看我们古城的一个全景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也有那种 一栏重山小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然后我们刚刚的一个陷入的话 就是从古庙县芽 然后也是我们的第一条 或者是庙古街 然后或者是庙古街过来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乌木溪 乌木溪再往前边走一点点的话 就是我们溪街 溪街这边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两江交汇 我们看到轻涩一点的 就是我们的福江 然后相对来说 比较浑浊一点的 就是我们的穹江 然后两江在 这个颜色在这边看得更明显 比较分明的 然后我们两江在古城交汇 咱们的正前方那儿 就是我们的交汇以后 也是叫福江 然后到我们河川到嘉宁江 由于是古城中最高的建筑 所以置身楼台能够进览重山 俯瞰整座安居古城 衣衫傍水的秀丽佳境 凸显了城隍庙的重要地位 所供奉的城隍爷也有所不同 好 两位好 可以来参观城隍庙吗 好的 是 来来来 这是我们的赵道长 赵道长您好 您好 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安居城隍庙的历史 比较悠久 有五百多年历史了 尤其我们这个城隍 每年初一十五 还有大年三十五晚上 来这里供奉 祭拜的人很多 这就是城隍 这就是城隍 我们这个城隍还有个故事 有个典故 因为我们这个城隍 在相传在明代的时候 那个朱永文 那个皇帝 来我们这里避难 避难在我们避了两年多 在这里 后来临走的时候 他感觉在这里 待了心平气和 很安全很好 很舒服 很舒服 反过在回去之前 把身上的袍 嫁给了我们那个城隍身上去了 所以我们后来城隍 就改成了蟒袍 也就给他封了一瓶城隍 目前我们全国就唯一一个 由皇帝亲自赐封的一瓶城隍 我们上面还有更重要一点 有个灭境重圆 因为很多地方 在乡村文化当中 都是说明镜高悬 我们是灭境高悬 也就是说神仙在这里做 如果是心怀不振的人 或者说人不对的 在这里他就不敢进来 他直接把油镜子 就好比这个招妖镜 你就妖魔鬼怪不敢来 相较于过度商业化的古镇 人们更向往古仆 宁静 原生态的古镇 作为一座能被称为城的千年古镇 安居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而这样的地方 当然也有相当多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 可惜并非我们所要探寻的 那就继续往下走吧 花椒不煮可以吃 它可以用来泡椒 我还第一次看到花椒还可以泡椒 然后有做成肥皂 将近花椒香拿天下 完整产业链造就非凡身价 从荣城寻寻觅觅 来到了花椒之乡 来到了中国花椒之乡 一定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花椒吧 我们的将近绝对青花椒 从六十年代就开始种植了 很久了 对 现在是有五十三万摩 现在从业严严大概有六十多万人 请问一下 就是你们这边的花椒 跟别的地方的花椒有什么不一样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花椒 这个就是我们将近的花椒 是 我来闻一下 好好的 很清香 对 我们将近的花椒就是清香味 跟它红花椒就是一个区别 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味道和颜色上的一个区别 那我闻一下 因为茂姓我去过 我来再闻一下 真的不一样 这个比较浓郁 对 它是真的有像花的那种清香 对 它这种清香味比较适合炒菜 这种浓郁的味道 比较适合做火锅这一块 是 炖煮 这些浓郁的比较适合炖煮 对 炖煮 卤菜 这个其实炒菜 快炒一下 那个香气出来就好了 对吧 对 对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衍生产品 这个就是养生的 这好特别 这还有泡脚花椒 所以花椒不止可以吃 它可以用来泡脚 这边有说它可以消毒 止痛 消肿 消除湿 促进循环 帮助睡眠 对 对 对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好好的功能 而且泡脚真的就是对整个身体循环都很好 我还第一次看到花椒还可以泡脚 然后有做成肥皂 那您刚刚说其实这对身体还蛮好的 对 因为它这个可以充满 还有身上痒或者说 比如说那种青春期的孩子 是 亚上长了很多 青春豆 豆豆 也可以治 对 对 可以用来洗凉 或者上背上它们有些盐 它就是会长那种颗粒颗粒会痒 可以用来洗澡 那我刚刚有看到这里面好像是有精油 精油就是用这个精油吗 对 是的 难怪这么有芳香 它的味道就是淡淡的花椒的香味 清香 所以重点是听到 这边的花椒它的特色就是清香 后期我们也会挖掘更多的花椒的衍生产品 让它发挥到它最大的一个作用 花椒之香 香精 说起花椒的麻 中国各产地风味不一 香精就剩下深厚的底蕴 因为香精自元朝就开始种植花椒 加快小步 我们赶往当地的影视基地 今天来到了重庆影视城 请小赵帮我们介绍一下影视城吧 好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的话 是我们重庆影视城堂场的外景拍摄区 之后现在我们主要的这个场景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民国风貌的那个一条街 之后现在在这里吧 它拍摄了非常多的类似于 我们当时老重庆风貌的一些电视剧啊电影 就比如说像《不是问题的问题》的 那个拍摄的那个片子 就是在这中间完成的 是 那在这个场景大概拍摄了多少部剧呢 在这边的话我们抗战类风貌的 应该拍摄了有五六十部 我们的影视城也没有说新建 我们就在我们原来的老唐场区 来改建的一个 所以原本就长这样吗 对 它是一个老的唐场风貌 所以我们又结合了它当时 现在老重庆的一个风景 或者什么 在原址上一个改建 这边的话我们作为影视 一个大的区块的话 我们影视拍摄 我们用了就是 就像我们的《看战英雄纪念碑》 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地方 这边的话就主要是模拟了 当时我们的一些小商店 之后这种有一些交易场所的 就结合了当时比较繁荣的一个场景 是 原来拍摄现场都是这样 你以为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可是其实就是有不同的布景 对 其实转角就是另外一个场景 这边就是我们一个模拟的火车站 对 它们拍摄的话 就是进出站什么的 都可以在这边拍摄 对 真正火车站的 火车上边的一些场景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拍摄 这个是当时真正服务役 都退下来的一个原装的 但是我们拿过来在这边组装 就做了一个火车的场景 所以后面这边就是火车头了 这边就是我们一个火车车厢 就它们拍摄的场景 基本上就是在后半部分完成的 这就是当时火车车厢 那这是原始的吗 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年代 改装的一个 就是前面前半部分是原始的 是 位于江津区白沙镇的 白沙影视基地 以老重庆风貌特征为主 有着两百多公尺的老重庆 影视民国拍摄区 细为影视基地 这里当然拍摄过 无数感动人的故事 包括爱情故事 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长江的一个白沙码头 就是朝天嘴码头 后面这一片就是长江吗 对 就是长江的主航道 非常的宽阔 这边的水声也表示 这边就是有我们的航站 也有我们的过河船 那这个是什么船在那边 这边是我们的航道处 就是航道船 对 它固定都会停在这边 对固定停在这管 这一辖的这些安全 行船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货运码头 就是这边就有一个货运的航船 所以平常都有时机在操作 那只不过拍摄的时候 就会运用我们现在站的 这个位置拍摄吗 对 就这边的话就是也是 因为它比较形似 我们的重庆那个朝天门码头 就有很多剧在这边拍摄 就像当时张峰一演的 《父亲父亲》这种 就还有我们的母亲母亲 这种大型的历史题材的剧 都在这边 从码头往上是去哪一个地方 这边的话就可以进入 我们的古街区 就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老街了 对 这边就是我们老街的一个入口 上了阶梯是什么 这边就是我们的主街 主街 对 一条临江的东华古街 所以这个老街已经有多久的年代了 其实白沙建镇已经是 非常早的有四千多年了 四千多年 这边就是可能要比那边晚一点 现在都有人还是住在古街里面 对 有非常多的原住民住在这边 这边一整条 我们两千多米的街 都是整条沿浆的 我们就近转往白沙镇的老街区 这门好特别 可以穿越过来 对 这个门为什么跟上旁边这些住家的门 长得不大一样 其实老街的话 它有很多是这种商户 或者是什么样的 他们就老街的嘛 以前的就是光照 或者是什么电灯 都不是特别普及 原来 对 入深比较长一点 它就所以说把门开得大一点 让大家看得清楚 或者光照也比较好一点 因为重庆的天气比较潮湿 它就需要这种大的东风 来缓解那个潮湿 东华街是白沙镇保存 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有典型的巴鱼山地名宅建筑群 顺应山市层层叠叠岩浆而建 据说我们所要开寻的爱情故事 已离此不远 真的吗 一起期待下一段的内容吧 他为他的妻子在深山老林 修了一条6208级的一个台阶 我们四人称为爱情天体 五十余年都在干这一件事情 感人爱情故事 就发生在中山古镇半波头 这座位于川 渝前 三省交界处的古镇 处处充满温情 小妹 嗨 菁萨嗨 你好 上次不是跟我说 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爱情故事 非常浪漫 那要带我去看一下吗 对 我们现在 现在看到的这个爱情长囊 讲述了古往今来的 十一对经典的民间 还有比较传统的传奇的 这些爱情经典故事 其中我们当地的一个爱情天梯 放在最后面的 所以每一个图都是一个故事 梁山伯与树英台他们变成蝴蝶 对 这都是经典的故事 对 我们的爱情天梯刘国江和徐朝青 两位老人 这个故事也是发生在我们当地的 是 在我们中山古镇长乐村 他们在长乐村里面一个岩洞 是 然后后面修了两个瓦房 然后在山上住了五十余年 他为他的妻子在山山老林 修了一条6208级的一个台阶 我们后面在2001年被旅友 就是我们的背包客发现了以后 然后经过我们当地政府 去了解了以后 就是经过宣传 我们四人称为这一条天梯 就叫爱情天梯 他们互相称对方不会叫老公老婆 那会叫什么 老妈子小伙子 为什么叫小伙子 然后为什么叫女的老妈子 因为这个小伙子 他要比他的老妈子小十岁 女生通常比男生活得还久 我们这个也是 这也是吗 也是 小伙子在72岁的时候去世 然后他的老妈子当年是82岁 后面又在世上多活了五年 87岁的时候离开人世的 很多网友还有很多游客都说 他是累死的 因为他修了这6208级的天梯 就是他为他的妻子真的付出了一生 他帮他做了天梯 对 从没有这一条路 一个台阶都没有 好想哭 在石壁上一级一级地 啄出来6208级 真的很不容易 五十余年都在干这一件事情 为爱人出行安全 亲手搅出了这条爱情天梯 好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原来我们一路寻寻秘密的答案 就在江津的中山古镇 这座古镇就位于四川 重庆 贵州三地的交界处 此行的任务虽已完成 但是外景队的武藏庙还在等着犒赏 这时候当地的小吃就成了我们的焦点 我们中山古镇有三角烟熏豆腐 十板 十八 还有一个就是杂酒 烟熏豆腐就是我们游客说的 神仙闻得尺中味也要尝一尝的一个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豆腐吧 对 这个就是烟熏豆腐 这就是烟熏豆腐 我们这都烤的黄金色 需要烤很久吗 没有 这有 不需要 那您在烤是用什么在烤 这是碳吗 不是 是啊 是碳啊 是碳 那可是我刚刚看到你后面有挖 那个金色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康 这个是 康子头是稻米壳子 烤的壳子 所以烤它是黄 它是香的嘛 放进去了 烤了它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稻米壳的香气对吧 对啊 那我可以试试一个吗 我给您买一个 那里面还要加料是吧 对 那里面加的是什么 还有葱子 辣椒 油脂的根 酸菜 葱子 辣椒 然后辣椒 还有我们的泽根 看 这很像一个小三明治 只不过它是用豆腐去做的 好香哦 你尝也好 哇 都是那个稻米壳的味道 好好吃 吃得惯吗 好 太娘 谢谢 谢谢 这里就是我们中山谷镇的老街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街呢 就是我们的风雨过街楼 它的特点就是日不能晒 雨不失邪 它是我们在明天时候的商人的这个智慧 它把整个老街连在一起 你买东西你就不担心你被晒 被雨淋 对 你就可以安心地去购物 好聪明哦 那你刚刚说还有另外一个小吃 特色小吃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石板瓷吧 那我们在哪里可以去品尝一下吃吧 前面一点点 好 我带你去呗 好的 Lisa 你看我刚刚说带你吃的那个石板瓷吧 马上就到了 就是前面那个冯三姐的石板瓷吧 对 它是中山谷镇最跌倒的 老板娘好 听说您这边的瓷吧是很有名的小吃 对 这就是瓷吧吗 对 这个就是石板瓷吧了 那所以这个瓷吧是糯米做的 糯米 我们这当地的复兮糯米 哦 当地的复兮糯米去做的 对 我们也用刨 烤那个后 刨14个小时 然后用那个煮 要煮两三个小时 煮好了 然后用那个对我 适对我来冲 冲好以后 就是冲好以后 我们需要把它变成 这个样子 一个一个一个 这有点像太阳饼的形状 做好了就直接可以放在这个石板 让它烤了 对 那要烤多久 这个两分钟的时间 两分钟就好了 对 那吃这个的话是直接吃 还是它要加一些调味料 要加黄豆粉 黄豆粉 有香又甜 哦 这个石板烤那个 不是 外出利了 这个黄豆粉也是手工 是 把它磨成这样子的黄豆粉 是 哇 黄豆炒了时间 这个黄豆炒了时间 意思很长的时间 那我要一个 要把黄豆粉塞在 像刚刚出豆粉那样 把它夹到里面 外面是烤的 对 很烫哦 然后外面 就是它有那种 有点硬烤的感觉 对 它就是外酥里 外酥 里嫩 没错 好香哦 甜度刚刚好 也不会太甜 谢谢老板娘 这些是什么啊 炸酒 炸酒是用什么做的啊 高粱跑 我小妹跑了过后 跑了24个小时 然后放在蒸锅里面 是 蒸了8个小时 然后把它弄出来 然后又发酵20个小时 发酵要40个小时 那发酵好了才可以瓶装 灌装 然后再哇 这个工也还蛮 比较复杂 对 您做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带回家 然后像您刚刚说的 加水 加点水 加点冰糖 加点冰糖 跟它削火 用大火烧烧的火 削火板 火烧烧 就可以喝了 再用火去煮一煮 就可以喝了 对 那现在有可以喝一杯的吗 我可以喝一下 可以 热腾腾地喝 好 好 那这一定要喝热的吗 老板娘 可以 可以 冷的话 凉了之后也可以喝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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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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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那种杂粮的香味 对 这有点喝起来像那个 我熟悉的小米酒 可是比小米酒更清爽一点 老板娘 谢谢你特地为我还煮 你 我还煮 来 我们干一个 这几% 大碗喝几多啤酒 请喝 欢迎你 谢谢 好喝吧 这会喝醉吗 这个浓度是多少 大概有差不多20度左右 你的有20度 你的有20度 喝不出来 难怪他要倒一点出去 好 谢谢老板娘 古镇的生活 安闲而自在 好比一碗温润的家酒 唇香宜人 满满的黑芝麻 这个就是脆的 像这种切割师傅 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哪怕就是说全面改用那种 像这种传统的 我们还是要保留 油脂炖米 这堂的巧妙结合 造就可口米花糖 我今天在江津区 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我非常超级喜欢吃的东西 今天要实际的来看看这个工厂 没有 唐老师 我今天特地来 就是要参观你们这个工厂 然后你们做的东西 是我最爱吃的 好 谢谢 我还没跟大家说 这是什么工厂 我们是 我们江津的米花糖 它是由糯米 花生 核桃 芝麻 和麦芽糖 一起去制造而成的零嘴 我们这个米花糖 它可以就说 直接吃干吃 也可以把它直接 冲泡开水 冲泡开水 加一个荷包蛋进去 直接就可以吃了 又有杀菌 就是美味的早餐了 米花糖到底是怎么做的 其实米花糖是由糯米 制作樱米 然后再用油 打成这种米泡 这就是脆脆的了吗 对 可以吃 现在就是比较酥脆的 好温暖的 我看还是热的 对 米泡现在就是 这样子就很好吃了 对 这个米泡 然后就经过麦芽糖熬糖 然后就是说 拌料最后成型 现在就是用的那个 我们的麦芽糖 和白糖 是不叫熬糖 混合的 混合糖浆 叫花生 所以它现在就是把花生 花是麦芽糖里面 对 它熬糖熬到一定的温度 我们讲的传统讲的是火色 要求 但是这个必须把它转化成温度 因为它这个糖浆 它有一个特点 必须达到106度以上 是 低于106度 它就会吃起比较粘牙 那因为这个是人工的 所以师傅要很熟练 对 现在来看师傅 这个就是 麦芽糖熬到了一个适当的温度 对 就拿过来 跟米花一起搅拌 混合 要混合均匀 对 它就是说要不停地去碰它 要保证把糖浆裹满所有物料 就不能让糖浆 就是说比较集中 比较集中 它吃的就会影响口感 会发软 糖多了 就会吃的全是糖 那就不行 必须要它均匀分散 它先撒满芝麻 它就投降这个去 现在是进行基本摊停了一个过程 跟上面有花生 下面有芝麻 下面也有芝麻 然后跟麦芽糖熬完搅拌后 叫索瓶 对 它现在是要靠它的技术 把它基本 就是说四个角全部弄得 基本距离要一致 对 然后就把它进糖浸 还有力度 就是说不能缺一块 弄一块要弄成一块 剩下再拿刀 看起来就马上就拿到签吗 对 它不需要时间先让它定型 不需要 它要快速地把它切过完成 它就没办法了 就太硬了 没办法切了 像这种切割师傅 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 这样的传统很少 因为也还蛮备力 备勾 而且要花很久的时间去学习 哪怕就是说全面改用那种 像这种传统的 我们还是要保留 好 刚才看到我们的传统手工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机械化改造进程 对 这个其实也是半机械化 因为前面还是有一连串的手工 对 对 话说有爱情也不能没有面包 所以行程最后 我们找到了一位 拥有九百多年历史的在地美食 这种类似台湾古早味 爆米香的江津米花糖 据说早期逢年过节 家家户户都会请打糖师傅到家里 打上几盒 作为代课之用 同时也是婚宴喜庆 必备的款待点心 经过多代的传承演变 为了适应电商经济发展的需要 传统的制作方式 也慢慢转为自动化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商品售卖中心 我们这里有一个整体规划 现在还在完善过程当中 现在就是 我们有我们的体验馆 是 博物馆 现在就是说只有一个 就是刚开始的一个产品 售卖展示中心 全部的商品都放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收卖 可是之后会有个博物馆 博物馆 会有个展示 体验馆 体验馆 自己也可以DIY做咯 对对对 我们就是让来参观的人 就是说把我们的最后面的那个 切割环节 包装环节拿来体验一下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就这一款吗 就是这款产品 刚才在车店头看到的 满满的黑芝麻 然后里面还有花生 核桃 核桃 这个就是最冷的 可是这个还是很容易咬 对 我们的产品就讲究一个 结白精亮 酥脆化渣 原来这个是作为一种 解饿的 冲击的一种产品 对对 那你们有其实很多不同的产品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一个 一款珍珠麻片 就是说用黑芝麻 白芝麻 还有我们的做米花上的米泡 米泡 加了少量米泡 是做的一款芝麻片 这个好像摸起来的感觉也不大一样 对 这个不像白色的 就是米泡 对 它的米泡真的 这个比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 就比较硬 对 这个芝麻比较实贴一点 过年的时候 小时候 我妈妈就是很喜欢买这些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小茶点 最好 完美的行程 就在兼顾爱情与面包的努力下 圆满地完成 也让我们感受了重庆同梁与江津的美 我们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